下面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十八章,备份与恢复 数据的备份和恢复是每一个学习数据库的人都要掌握的一个技能 那么备份呢,实际上就是保存数据库的副本 而恢复就是把以前从数据库中备份的文件,远远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本书要学习的内容 数据库备份与恢复,物理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逻辑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备份与恢复 那么首先什么是数据备份呢 数据备份就是将数据库的内容全部复制出来 保存到计算机的另一个位置 或者是用其他设备,群主设备把它保存起来 数据库备份呢,也有很多种 主要有物理备份和逻辑备份 物理备份是指通常我们所说的硅档模式备份 你没管它叫做热备份 和非硅档模式备份,你没管它叫做热备份 那么硅档模式备份是当我们数据库的模式 设置成硅档模式的时候对数据库进行的备份 而非硅档模式备份呢,是当数据库的模式 设置在非硅档模式时对数据库的一个备份 逻辑备份呢,它主要指的是对数据库的导入和导出的操作 那么在我们Oracle实际以前的版本当中呢 使用的都是这个IMP和EMP这两种方式进行导入和导出操作的 那么从我们Oracle实际开始就引入了数据泵这个技术 那么它使用的是EFP DP和IMP DP这样的方式 对数据进行导入和导出操作的 那么数据库的恢复呢 数据库恢复就是把从数据库中备份出来的数据 重新弘远给原来的数据库 数据库的恢复技术分为完全恢复和不完全恢复两种 完全恢复呢,是指把数据库恢复到数据库失败时的数据库状态 而不完全恢复呢,则是指将数据库恢复到 数据库失败之前某一个时刻的数据库状态 在数据库备份时可以有物理备份和逻辑备份 那么数据库恢复时也有物理恢复和逻辑恢复 物理恢复呢,其实就是把从数据库当中备份的文件重新拷贝回来 而逻辑恢复就是把从数据库导出的那些数据再导回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详细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物理备份和恢复数据 那么物理备份数据库呢 这种方式应该说它是比较容易完成的 主要也就是把我们数据库中的一些数据文件 拷到我们持盘上 不同的位置 那么当数据库再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对它进行恢复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呢 我们可以对数据库进行拖辑备份 那么拖辑备份的方式我们也管它叫做冷备份 就是把正常运行的数据库服务我们把它关掉 首先呢是管理员身份的用户使用稍微档这个命令 关闭我们数据库的服务 然后呢我们把需要拷贝的文件给它拷走 包括哪些文件呢 有这个数据文件 控制文件 比如说日制一些文件 都把它拷到其他的持盘路径上 或者是其他的存储地方 那么当我们数据库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们拷回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拖辑备份 那么它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对数据库进行联机备份 联机备份呢 我们也把它称为热备份 但是在数据库的归档模式下 进行的备份 那么查看数据库中日制 也就是说首先呢 我们要查询本机的数据库日制的一个状态 从这个日制状态就可以看出 我们数据库的日制模式 是怎么来存放的 然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数据库的日制模式 改为归档模式 也就是先把我们数据库 给它关闭一下 然后把它的模式给它更改了 改成规档模式就可以了 Auto Database Active Log就行了 我们可以更改一下 试一下 我们把这语终的这里面写一下 大家可以在CirclePlus里面 测试一下 Auto Cisco 然后下面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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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 Database 那么通过这样四句话就可以把我们数据库的日制模式改成了是归档日制的模式 那么这样的我们就完成了 那么把我们数据库设置成归档模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了 比如说备份表空间 我就将数据库的状态 我们设置成打开的状态 就Auto Database Open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备份它的表空间 我们试一下 Auto 之后 Auto Tablespace 哪一个表空间 然后我们开始备份用Bakeup这个关键字就可以了 那么备份完表空间之后 我们需要打开数据库当中的OriData这个文件夹 那么一般数据库对象都会存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帮我们文件拷贝到吃盘中的另一个文件夹 或者是其他吃盘上 就把我们备份文件拷走 然后结束表空间的一个备份整办 Auto Auto Tablespace 我们刚才备份的是Past的这个表空间 Begin 跟And相对用的 Bakeup 那么就完成了表空间的一个备份操作 那么这个是备份的操作 那么如何给它恢复呢 比如说我要恢复表空间中的一些数据文件 也就是当数据库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恢复这个表空间 也就是刚才我们备份的Test的这表空间怎么办 首先呢 对当前的日志进行归档 Auto System Auto Auto 之后呢 切换我们日志文件 那么由于呢 在一个数据库当中 一般我们都会有三个日志文件 所以需要使用三次下面的语句来切换日志文件 Auto System Lage LogFile 在上面我们刚写的这条语句执行三遍 然后我们关闭数据库的服务 那么就是Shutdown Immediate 然后删除数据文件重新启动 删除数据文件 首先我们要找到存放数据文件的位置 不认情况下呢 我们说在Ori Data这个文件夹当中来存放的 那么也有在创建表空间时添加数据文件时指定的目录 那么如果不清楚我们数据文件存放在哪了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企业管理器来查看一下 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Data窗口里面 我们查看一下DataFile这个数据置顶 查看一下表空间数据文件的位置 把它找到删除就可以了 删除之后 我们需要重启数据库 DataFile 重启数据库 之后呢 我们将数据文件设置成托机状态 并且把它删除掉 看如何设成托机状态呢 AutoFile 我们找到这个数据文件 比如说它是10 把它设成托机状态 定给它删除掉 照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我们数据库的状态设成打开的状态 最后我们怎么恢复呢 我们给cover AutoFile DataFile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把这个文件给它恢复了 这个时候再把我们数据文件 变成连机状态 也就是说把上面的数据文件 变成连机状态 就把它改成online就可以了 把这个照片去掉 这个时候这个文件变成连机状态了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在恢复数据库中的数据文件的时候 把数据库文件设置成托机状态 就需要把我们之前备份好的文件 拷贝到原来的位置 否则就会出现错误了 如果你没拷过去 那么就会出现错误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物理备份的方法 那么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逻辑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那么逻辑备份数据库 可以说它也是管理员用的最多的一种方式 它呢可以在企业管理器中进行 也可以在DOS界面当中来进行 那逻辑的导出数据 那么导出数据呢 我们可以使用EXP这个工具来完成 那么也可以呢 使用Oracle实际之后出现的这个 EXP这个工具来完成 这里面呢 由使用EXP工具进行备份 EXP工具呢 可以将数据库中的对象 由选择性的备份出来 可以使用EXP工具导出数据库对象呢 可以有这个表 方案 表空间 数据库 等等 它都可以进行导出 那么实际上我们使用EXP工具呢 它并不是在我们这个CirclePlus 这个状态下面进行的 而是在DOS这个命令窗口下面进行的 我们首先呢 需要在DOS窗口命令下输入 EXP 然后输入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但是这个里面的用户不能是SYS这个用户 输入这样的一个命令之后呢 它就会提示你导出表的信息 然后你按它的选择一步一步 选择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导出了 另外呢 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在导出语库后面一定不能给它加上分号 因为如果加上分号 那么系统就会认为导出的表是表名加上分号的 那么它可以导出表 也可以导出表空间 那么导出表空间的用户呢 必须要用的是我们数据库管理员这个角色才可以 那么使用我们这个ESPDP导出数据呢 也是很容易的 它是这个数据泵技术 那么数据泵技术呢 是在我们数据库之间 或者在数据库与操作系统之间 传输数据的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ESPDP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数据泵导出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把数据库中的对象导出的操作系统当中 使用ESPDP工具呢 与ESP不同的就是 在使用ESPDP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先创建目录对象 通过这个对象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要备份的数据库 要备份数据的数据库服务器 并且我们使用ESPDP这个工具 备份出来的数据必须存放在目录对象的 对应的操作系统的目录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 使用ESPDP这个工具导出的时候呢 要先创建一个目录对象 就是这里面的ESPDP 那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目录对象 创建目录对象的钢档 我们看一下 TRADE Directory 然后目录的名字 然后存在 后面是文件名 文件夹的名字 然后呢 我们给这个使用目录的用户复制一个权限 那么新创建的目录对象呢 不是任何用户都可以使用的 只有拥有这个目录使用的权限 那么才可以使用 它准备它付权限来着 那是Grant RADE RADE 读写这个权限 付给我们一个用户就可以了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ESPDP导出表了 那它的导出方式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在我们DOS的名字窗口下来实现的 这里面我们就不说了 就是ESPDP 然后加上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指定了一个目录 就可以直接导出我们这个文件了 比如说 我们举一个例子 备份我们产品信息表 那我们这个命令怎么写呢 DXPDP 然后我们用户名和密码 内门 WB 然后我们用一个目录 目录等用什么 蛋败 TAMP TAMP EMP 然后描写一份的这个表 这个是哪一个啊 如果产品信息表不大 那么这样呢 就完成了我们这条文件的编写 这是导出 那么导入呢 也是用这样两种方法 一个是 我们刚才导出的这个表 PTAMP 看怎么给它导入进去 就这样的一个 我们用这些呢 就要我们读者自己来练习就可以了 那么通过本章的学习呢 大家可以掌握数据库的物理备份和逻辑备份的方法 并且在物理备份里面 我们还学习了托机备份和连机备份两种方式来备份我们的数据库 那么使用逻辑备份时呢 我们还不仅使用了IMP 还使用了IMPDP导入数据 导出的时候我们使用了EMP和EMPDP这样的方式来导出数据 那么除了我们在本章当中讲解的这命令行控制这个导入导出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企业管理器来完成 那么使用企业管理器呢就比较容易了 这部分呢就向读者自己来完成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章的全部内容